哇 彩蛋 你这衣服真好看 是吗 哇塞 哎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无论你说什么 只要加上这个狗头 味道立马就变了 狗头的原型 来自一个叫臭尘的柴犬 2010年 他的照片被发到网上后 开始迅速走红 接着网友纷纷将臭尘 披成表情包 神奇的是 毫无味头感 极强的嘲讽意味 让臭尘火遍全球 设计抖音 微信 微博 各大平台 都射线了狗头表情 朋友们还达成了 狗头保命的勾食 哇 结罗好帅啊 好胖 还不是乘客呢 哎 狗头 哎呦 狗头是有军 哎呦 好胖啊 没有狗头 打他 而臭尘的魅力 在国外更加疯狂 13年 臭尘和比特币笼合的 狗币上线 百分段几年 市值变突破百亿 现在是仅次于 比特币的 最后的行李货币 对比网上的他 他鸣羞赫赫 选笑 他只是一只小可爱 14岁的他 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家 但在主人的照顾下 依然过得非常幸福 哎 狗友这不是你的头吗 哎 我的头这么野张着 没错 都是我批的 你一定见过 蘑菇头表情包 其实 蘑菇头形象 一开始并没有这么猥琐 2011年 一个叫吴武则的年轻人 创作了一个 蘑菇头小女孩的动漫形象 并且取名叫小鱼儿 但形象没错点 一时没有受到关注 一次偶然 吴武则在搬裙聊天时 把搬上的脸 撕到了小鱼儿的脸上 当表情用 没想到 圈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甚至还被传到了裙外 这给了吴武则新方向 扭头做起了表情包 围缩点 再围缩点 拿捏了 很快 蘑菇头迅速走红 每天传播上亿次 15年 成功拿到第一笔融资后 二话不说 就签下了教皇和金兔兆的 像下使用权 19年 连央视爸爸都用了他的表情包 中国表情包 有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与外国惯用的emoji相比 中国表情包 在情绪表达上 更深一筹 有时聊天不加表情包 都怕别人误解自己态度不好 我的最好看 我的不尽好看 还最新出现 我的最好看 我的好看 别吵了 论年龄论收入 你们都得教一生爸爸 靠着一个表情包 年如己意 躺着就能赚钱 你知道emoji的祖师爷是谁吗 1963年 一家经营不善的保险公司 请来了哈维鲍尔 希望能设计一个图标 鼓舞员工士气 拜托你了 哈维鲍尔名思苦想后 花十分钟就画出了一张 充满正能量的笑脸 老板十分满意 嗯 不错 并付给了鲍尔45美元 嘿嘿 这钱真好赚 对没想到 保险公司把图标做成了徽章 卖到了大街小巷 还因此大赚了一笔 可就在这时 一个记者发现 这徽章火师傅 可是没注册商标啊 于是他偷偷注册商标 哎来这个给你 嘿嘿 这下完美 当时法国社会动荡 报纸上天天都是坏消息 卖都卖不出去 但贴上笑脸后 销量开始暴涨 不仅如此 富然克里还把它卖给了食品厂 就是现在的马仕 卖给了服装厂李维斯 以及各种高端品牌 后来笑脸公司又研发了 470款温效表情包 卖给了诺基亚三星的公司 屏幕微软也开始效仿 但为了避免侵权 无度再拉大一点 眼神再空洞一些 非常好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虽然初代的微笑表情包 已经被遗忘 但富兰克里依旧赚得很慢波满 沿入好几个亿 当人们再次采访 只有45块报酬的哈维鲍尔时 他却说 我就是想传达快乐 大家快乐就好了